車廂門一開 旅客驚慌逃窜 不少人邊跑邊回頭張望 當時還在車內這兩人 就看著關鍵角色從面前走過 一路走到車頭再下車 原來是一名戴安全帽體 只戴的男子與隨車人員周旋 下車右上車再下車的舉動 引起全場風景神經 但二十幾分鐘過去 他最後離開終結車站 警察為何逮捕他 那捷運狀況做什麼事 下人啊 看起來 這句下人說出關鍵 警方調查發現 遭到逮捕了三十多歲 夜姓男子 在台中七起吃過日系知名辣麵 隨後轉往台中捷運 在市政府站上車 途中忽然在車內亮槍 抵達風樂公園站後遭到警戒 但卻又跳上另一班車 在搭往無日站 隨後遭貨報趕來的捷運警察追捕 保全跟站長也全程緊盯 戒備該名旅客的狀況 那並持續溝通勸導 除了這兩名中捷人員 還有車站站長余保全 面對亮槍惡座劇的男性乘客 沒想到當事人好不容易下車 卻又換車再上路 再多搭四站 嫌疑犯沒有跟乘客來隔開的狀況 而且既然可以讓嫌疑犯 再坐下一班列車 要針對這樣子危安的事件 不管是中捷捷運警察 都應該要加強安全管控的作為 台中捷運的站務人員 再加上負責維持安全的捷運警察隊 儘管外勤配置32名人力 無法隨車隨時警釘 29號晚間7點多 突發車廂內亮玩具槍的惡作劇事件 中捷如臨大敵 引發旅客恐怖 中捷運警察